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HOPE TV抗癌攻略节目 我是清荣 我们今天要来聊血癌当中的一种 叫做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缩写叫做ALL 那但是这个疾病 其实很多小孩会得 那如果成人一得的话 可能蛮危险的 总之他现在有很多新的治疗策略 我们今天很高兴的 邀请到了高雄医学院 附设医院的血液肿瘤科 肖惠华医师来到节目当中 肖医师你好 清荣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要先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简称ALL 它是属于血癌的一种 也是白血病的一种 那它所谓的急性 就意思说 它的发生的症状会比较明显 那它的病程过程 也比较厉害严重 所以我们要更小心地面对它 那血癌的话 基本上分四大类 包括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我们今天的主角 也有慢性淋巴性白血病 那也有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跟慢性骨髓性白血病 那这四大类里面 刚才主持人讲的 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在小朋友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那在大人的话也超过占有20%左右 所以也是不容忽视 所以它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基本上真正原因它不是很确定 但是它大部分会怀疑跟一些环境因素 跟病人身体因素有相关 那环境因素包括有核能 治癌物都会影响 那在自己的话 例如说我们自己身体上 有些特别的遗传的问题 或是有些跟免疫的问题 有相关的话 它在研究上发现 它比较容易产生这一类的一个疾病 也就是说像是环境里面的化学药剂 辐射线 如果你长期泡在这个环境里面 会有可能 那或者是在基因突变 或自体免疫异常 这种生理因素的话也有可能 但是其实没办法直接地 从病人身上找到说 非常这个确定因素 对不对 目前是 的确是这样的心理 当然有些特别的染色体 跟基因的异常 的确会比较容易耗发 这一类的疾病 但是真正的致病因子 还要再研究 但是我们回到我们身体里面 一旦真的已经发生了 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在细胞上面 它是发生了什么状况 在血癌 我们骨髓里面 会分成两大类 主要分成两大类 包括骨髓性跟淋巴性 就两种细胞 一个是骨髓干细胞 一个是淋巴干细胞 没错 那这些细胞 它假如不小心癌化了 那当然它假如是淋巴系列 这个细胞变成癌化 就会产生所谓淋巴性的白血病 那您刚刚提到了 这种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耗发在其中包括小孩 对不对 小孩是比较多的 对 它是属于小儿癌症里面的一个 纪录是第一名 那在大人的话 也是有占大概20%左右 所以在大人也是常见的血癌之一 那小孩有没有说 在什么年龄段比较多 基本上是10岁以下 所以有什么症状吗 例如反复性的感染 发烧 或是不眠愈的出血 或是说 看起来脸色比较苍牌 比较没有力气 活动力比较糟糕 这些都要小心 疲惫 这都要小心 这是急性血癌常见的症状 也是比较明显的症状 当然有时候 它的症状也不明显 例如说它就胃口不好 或是说它有时候 有容易骨头痠痛 甚至有些小朋友 你可以摸到它有淋巴结肿大 这个也都是要怀疑 它会出血 没错 它是真的流血吗 出血很多种 包括我们皮肤 有紫斑或是有出血 皮下出血 对 那有些状况是 例如说它 我们在刷牙的时候 它会容易出血 或是说 当然有些是不小心撞到出血 但是一般 例如说我们小小的撞到 它可能一个小块 但它就出血 比较大块比较严重 甚至出血不止 这就是异常的出血 好 所以要怎么样来确诊 它的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我想当有这些症状 我们怀疑的时候 那在血癌的诊断 第一个我们会看它抽血检查 那当然就是大部分的急性的白血病 它血液都会有问题 例如说白血的过高 或是容易有贫血 或血脚板不正常的情形 那在这些血液检查里面 最重要就是说 我们抽血去检查的时候 发现它的血液里面 有不正常的我们所谓的牙细胞 或是所谓的白血病的血癌细胞 那当我们有怀疑的时候 接下来我们会做骨髓检查 听到这个父母亲可能就会担心 对 很害怕 对 很害怕 不要说父母亲大人也会害怕 大人害怕 对啊 没错 抽骨髓 对 但是也是在血癌的诊断里面 必要的一个检查项目之一 然后还有一步是基因检测 对 这个是用什么做 是抽出来的骨髓 还是当时抽出来的血出来染色 对 所以刚才主持人讲的 基本上假如做骨髓检查 我们会用骨髓检查的检体 去送基因或染色里的检查 那当然在一些特殊状况 我们没办法做骨髓检查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用周边的血液来替代 因为它会影响我们脊椎疾病的评估 包括它的存活 预后 甚至有时候会影响它的治疗 例如说在急性淋巴性白血病的病人 有时候会合并有所谓的肺成染色体 就是染色体第九跟二十二的 一个染色体的异常 那这个异常会带出一个 Visia Abo 这个所谓的癌基因 致癌基因 那这样子有这样子的一个 染色体异常跟基因的异常 我们可以在化学药物治疗以外 再加上标靶药物 这样可以对病人的治疗的疗效 跟存活都会有很大的帮忙 所以AL的治疗策略 因为这我倒是没见过 化学治疗还分三阶段 有引导期 有巩固期 还有维持期 是要怎么界定啊 所谓引导 顾名思义就是 一开始诊断 我们要用药物 通常是比较强的药物 把这些坏的细胞压下来 把它杀干净 把它清干净 就要引导期 那通常在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我们会有四五种的药物 合并一起使用 那当然这些药物选择 可能可以 医生会依照病人的 刚才提的 基因跟染色体的风险 来评估 来给予最好的治疗 那当我们 四五种 例如说有些会有一些 小红莓类的 ONCOBIN类的 类固醇 MTX ALOS 的一个药物 一些配方 是混在一管里面吗 没有 分阶段打 它会 会一个一个 不会说你混成一包 不会混成一包 那这个化学质量 分量很重 没错 这也是令人 听到 想到就害怕 不过以现在的 医疗进步 跟照顾的进步 我们期望 期待 可以帮病人 把它一起走过这引导期 那假如引导期 有好的疗效 接下来我们把坏的细胞 尽量清得干净 清得压得最低的时候 我们进入 可为巩固期 也是会用一些药物 来把尽量 我们比较没办法 侦测或是比较少的 微量的细胞 再把它杀干净 那假如巩固期结束之后 会进入 有些用口服 或是比较 更低剂量的药物 来进入维持期 一般会维持大概两年左右 所以这个引导期 巩固期跟维持期 大概多长 各多长 引导期的话 通常在第一次疗程的话 打药 打针的话 药物治疗 或者是基本上 有些会 前几天就打 有些会每个礼拜打 大概会维持在 四到六周左右 那假如病人的一个反应不错 那就会进入巩固 那巩固也是 依照不同的配方 有不一样 大概维持在几个月 二到四个月 然后之后会 进入所维持的一个情形 那当然这个的话 可能还要依照 每一个病人的情形 那他参考的 一个治疗的 我们说protocol 就是治疗策略 有所不一样 它会有所变革 那什么状态下 要加标靶质 假如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如刚才提的 它有特殊的基因染色里变异 那它也有合适的药物的话 那会在我们作为引导 或巩固的时候 就开始 就是标靶 对 在AL 例如说 以VCI Apple 就是废程染色里来讲 它是可以同时使用 那有些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基因染色的异常 但是它没有 目前没有药物的话 那可能就是还要等待 新的一个药物的发展 高风险族群的话 是有一些基因变异的 或者是顽固难制型的 要用高剂量的化疗 还有放射治疗 再加液体干细胞移植 我自己觉得听到就害怕 就是刚才讲 若是很顺利 顺顺利利 平平安 我们度过引导期 进入巩固期 维持期 那我们就是把身体 继续照顾好 那当然万一 它是高风险 例如刚才提的是 有非线染色体 VCI Apple 或是其他基因染色体异常 我们属于高风险 或者是它是男制 我们一开始 引导期 有用标准的药物 是它的一个配方去治疗 但是疗效都不佳 所以进入所谓的 丸治跟那个 难治或顽固的情形 那可能我们要考虑 更强的方法 那以目前来讲 会用比较强的药物 所谓的高剂量的药物 来压制它 甚至会考虑做 所谓的骨髓移植 那全名叫做 液体干细胞移植 理解 来把这些坏的细胞 杀干净 那如果说 其实前面都还可以 但是后来复发了 那要怎么办 那在一旦复发 在早期的治疗 主要还是以化学治疗为主 在没有什么好的 标靶药物好的 新的治疗策略之前 还是化学药物治疗 那赶快期待 赶快把它压下来之后 能够做液体的骨髓移植 那当然还有一些因子 例如说成年人 它本身就更容易复发 治疗效果不好 所以我们会积极寻找 下一个治疗策略 包括所谓的液体骨髓移植 那现在来讲 在近几年来 在ALL 所谓急性淋发性白血病的治疗上 有新的药物 能帮忙这一类的病人 包括顽固的 难治的 或是复发型 那包括有新的标靶药物 或是新的 单株抗抵药物 那另外也有所谓的双 特异性抗抵药物 双特异性 我知道肖医师很想讲英文 有一分叫白specific 双特异性 或是有类似 标靶药物又有所谓ADC 它后面就是 标靶药后面带一个 化疗药 这些都可以帮忙 那甚至最近最热门的 所谓的咖啡 大家在网路上 或是在新闻上都可以看到 那这些的治疗 目前在国外 有些药物 对我们的复发 或是顽固 或是难治的AL 都有很大的一个疗效 那可以造福我们这些的病人 不过那么多药 一定有副作用 对吧 而且这个AL的 主要的治疗 目前还是化疗 很重要嘛 是 可是化疗 刚刚刚听你讲说好几种 大概有什么副作用 这化疗基本上就是 我们用药物 把坏的细胞杀掉 但是相对的 它也会影响我们好的 其他身体的器官 或组织 所以我们常见的 化疗完之后 抵抗力会降低 那个免疫力会降低 所以容易发烧 那血小板不稳定 也容易出血 就水球地下 对 然后水球地下也是没有力气 那甚至会影响其他的器官 因为这不同药物 它有不同的副作用 有人会影响心脏 有人会影响肾脏 有些药物也会影响肺部 所以因此不同药物 有这些 比较明显或是严重的副作用 要注意 其实就是我们常见的 恶心呕吐 腹泻 血球地下 有一些还有心脏毒性 跟神经毒性 没错 这个其实因为医生都有经验 会开相关的药物 再来克制这个副作用 大家不要太担心 好不好 我们一起努力 对 一起努力 但是比较陌生的药物 应该是丹珠抗体 跟CAR-T 它的急性发炎症状 有发烧低血压 心跳过快 跟呼吸功能不全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 细胞激素释放症候群 我跟你讲 右边这个我算有听过 左边这个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细胞激素释放症候群 这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新的药物 虽然可以帮忙病人 照顾病人 但实际上它有带出一些 新的一些副作用 那这些所谓的细胞激素释放症候群 就是所谓的 Cytocine Releases Syndrome 那这个是说在细胞治疗的时候 我们用这些细胞免疫的药 去攻击这些细胞 它会放出 那也会放出 所谓的激素 Cytocine 那些Cytocine放出来的时候 也会造成病人一些不舒服 甚至比较明显的副作用 什么 那包括刚才下面提的 有些病人会发烧 有的时候呼吸会喘 有时候心率会变快 或是不整这样子的情形 所以这个是因为这个 才发生这个就对了 是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产生这个 例如说我们产生其他的症状 例如发烧 有可能是我们细胞治疗的副作用 但是也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 例如说我们本身免疫力 有发炎的嘛 对也有可能 但是我们在使用细胞治疗 这些新的治疗的时候也要注意 还是有特别的一个 副作用会产生 那我们在治疗 在我们在监测上都要非常的小心 这样听起来其实 这个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已经治疗方法比以前多很多 以前大部分就是在医院里面 他们应该都是因为血癌 而做化疗的病人 但现在还有单株抗体 还有甚至卡尔T这样的选择 会让这个疾病有很多的方法 可以得到拯救了 没错 好的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校医师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谢谢 好 如果你对这个疾病还希望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也欢迎可以扫描QR Code 加入我们的血癌攻略 帮助您沟通治疗不卡关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免付费咨询专线 同时欢迎您上网 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 开启小铃铛 抗癌攻略与您一起洗手抗癌 下次见